All I wanna do is fold around 我的心在小路蓝转 从日落到清晨的余光 帮你到天亮 你轻轻一个吻 我风光地回 气氛开始深温 微笑又迷人 I really wanna dance tonight Feel a little bit dangerous Hello大家好我是Gali的弟弟 辣椒 今天是我第一次出男生类型的仿妆 就看着这个脸配上我自己的身影 我现在觉得有点突兀 其实我今天这个灵感本来是来自于刘雨昕的 其实我是很想出刘雨昕的仿妆 因为看清晨就真的特别喜欢她 但是我买不到她的假发 她的那个发型 后来我研究了一下她的脸型 就和我其实差蛮大的 她脸型是属于那种比较销瘦 然后下巴会比较尖一点 就是我比较有一些轮廓感 比较硬朗一点的那种女生的类型 然后我呢就不行你们知道吗 然后我就想既然已经想出了 那我就开始出一个这种小奶狗类型的 这样子的男生的这样子的一个仿妆 试试看这其实也是因为我是没尝试过的类型嘛 所以不管今天仿的好不好 也请大家给我素质三连顶的关注 给我一点点小鼓励好不好 我朋友其实说是有一点点男生感 就其实离男人还差了那么一点 就可能长相也确实不是很男人 就经历了反正我经历了好吧 那如果你对今天这个妆变感兴趣的话 就看下去吧 我也开始啊 有一点点小激动啊 就真的是我做美妆博主以来 就是第一次画男生的妆啊 请多担待啊 其实我内心真的是慌得一逼 你们知道吗 我们先来上个防晒啊 防晒用的还是戴科的这个 这个已经快要用完了 今天6月8可以安排上 我真的其实现在完全不知道 我等一下会不会画的像 就是有的时候啊 画一些装面在戴假发的时候 总会觉得哇塞 这个人怎么这么像男的 然后觉得自己像个人妖一样 但是真的到你要画男生妆的时候 我也觉得哇 因为我那天在家试了个妆 我就觉得哇好娘啊 一点也不像男生 所以其实现在我的心里 真的很忐忑 然后因为今天是画男生的妆呢 所以我选的是一个 雅光型的粉底液 这个是我最新买的 就是这个LUNA的 柔纱时装遮瑕粉底液 是一个套组啊 我最主要是看 他买这个粉底液 送一个这个刷子 马上就心动了 就好今天来试试看 这个是我上次看到 就是有韩国的化妆 是给他们的idol 也在用这个粉底液 所以就是看了他视频之后 就特别特别的种草 就啊感觉妆效好好 所以向我买来试试看 看一下这个idol头款 到底好不好用 它这个本身也是带防晒的 SPF35 PA两个加 所以就是我觉得 如果是男生化妆 你懒得涂防晒的话 这个应该也是够用的 套号里面就是一个 这个柔纱粉底液 和一个这个叫做 艺术大师的粉刷 这个刷子看上去 真的感觉很高级 质感很不错 它的这个毛感觉 特别特别的扎实 这刷子还是这种 棱角的这种设计 所以我感觉上妆的时候 应该蛮好用的 你知道你就这两个 加起来多少钱 才100多块钱 我就觉得这太便宜了 打光鞋的这种分店 就是都是要上脸之后 就马上的把它涂开 我先上半边来给大家看一下 用它这个刷子的这一面 是一变的效果 我看他介绍说 这个是2020年的新款 所以它的遮瑕度和持久度 都做了升级 我感觉遮瑕度什么的 都是还不错的 上脸是那种半压光 就是偏比较那种 撕断感的这种 我再叠加以前 试试看 我感觉这个刷子很好用 就是这个刷子刷好之后 都不需要用海绵带 就可以把它 就是刷得很服贴 然后因为他们家这个粉底 也是有他们家 独家的植物精华 是可以调节水油平衡的 所以特别特别适合夏天用 用好之后 就是会有一种 这种自带柔光的感觉 真的很服贴 而且遮瑕度什么的都很OK 而且它的粉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轻薄 就是那种韩国底妆 那种独有的那种 很清透的那种感觉 然后再半边脸也散好 这种哑光型和 就是比较偏遮瑕型的红剂 大家就一定不要一次性 上太多 因为上太多的话 就是因为它干的会比较快 如果你就是手法不到位的话 就是可能会比较容易 卡粉啊 或者卡纹啊什么的 然后我这脸颊 这里有一点点小泛红 就稍微再盖一点 它这个刷子一点都不吃粉 你看到没有 哎呀我好喜欢啊 就是你看它刚上脸 是你会感觉 它有一点点光泽感 那稍微洗手一会 它就变成哑光的了 而且真的很贴皮肤哎 嗯嗯 Good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 稍微做一点石油霞 因为现在不流行黑眼圈 千万不要让自己有黑眼圈 广大男孩子们 千万不要做时间管理者 OK 遮一下用的是MAC的这个 NC15 稍微 发纹的黑眼圈 遮一下 像男生的妆的话 就已经是要避免 不要太厚肿 都是以这种轻薄为主 不然的话就会变成那种 急很厚很油腻的那种男生 而且男生跟你说 千万千万不要油腻 就是就算你长得帅 就千万不要以为自己长得帅 就哪怕你是真的帅 就是男人真的帅 就是帅而不自知 那才是真的帅 我觉得男生一旦觉得自己长得帅了 就油了 就 NOTATO 嗯嗯 你们懂的 遮瑕这样稍微遮一下就好了 男生其实相对女生会更加容易出油一点 所以我们还是定一下妆 然后定妆粉 用的是这个Fenty Beauty的这个 这个 就是尽量让你的整个脸是处于 超级压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男生本身就会比女生更容易出汗出油啊什么的 但是一定要选就这种 透明的这种定妆粉 然后我们来画一下眉毛 眉毛用的是这一只 你要画一个男生的眉毛 粗状一点 哎呀好紧张哦 我还是选择在我原来的这个眉型上面呢 就是加粗 加宽一些 我觉得我觉得现在大众的审美还是 我们中国这边的眉美还是不太喜欢男生 就是太细的那种眉毛 就我去日本旅游的时候就发现 日本男生的眉毛就是会喜欢修那种很细 很挑 嗯 然后每个人就是感觉都很精致的那种那种眉毛 眉宫的这个地方 伸得很高 因为男生的骨架走向啊 肯定是会比女生要就是强一点 我很怕 我很怕自己画成关公你知道吗 就一个表情下手中了 我就想哪个路线 想哪个 想哪个 我那天在家里试装的时候 就是我戴那个假发嘛 我跟小K老师一人戴一丁假发 我跟他仿佛两个胸弟 像小K老师就是没有什么眉毛的男生 他说我真的见过为数不多 真的完全没有什么眉毛的男人 怎么会有男孩子 一两毛都没有 他连夜下都没有毛 嗯 你们不要问我奇怪的问题哦 我大概都已经猜到你们会问我什么了 不要问我我不知道 然后现在这个因为是没笔画的 就是会比较生硬一点 我还要再用眉粉再填充一个 让它雾面一点雾化一点 然后眉粉用的是Anna Cetachia的这个Soft Brown 然后用里面这个比较浅的这个颜色 就是顺着我们刚刚画的这个眉型啊 就是你再把它再填充一点 就是让他这整个眉毛 就有一点这种毛绒绒 蓬蓬松松的感觉 这样让他比较哑光一点蓬松一点 蛋黄的长裙 蓬松的头发 蓬松的泥毛 然后为了增加他一点毛流感呢 就是用这种黑色的 但是比较浅没有那么深的 就这种我用的是这个睫毛打底膏 再把眉毛的毛流梳一下 像他有就是这种男生这种浓眉的这种感觉 因为它这个打底膏里面有纤维的嘛 它会让你的毛流看去很浓密 OK 然后眼妆部分用的是三色印的这个也是新买的 全哑光的一个盘 这个我拿到手的感觉就是哇一整排打底色 就是全部都是打底的颜色 没有任何珠光和就是闪 但是它这个配色是真的还不错 就是感觉每个颜色都是很实用的那种 然后我们选这个颜色 先给眼睛做一个打底 男生的妆的重点其实也就是 眼妆的部分就是哑光嘛 就是不要有那种珠光和布林布林的那种东西 尽量不要 其实我们也不是舞台妆 先把我们的眼睛轮廓打一下 这里呢就不要画的就是太女性化 就主要是加强一下 就是眉骨这里的这个形状 然后下一顶这里稍微印一下就行 刚刚去吃了一点东西 结果打开镜头一看 哇你是谁 我竟然忍不住我自己了 刚刚打开镜头那一瞬间你哪位 不我们继续啊继续 再加强一下眼尾啊和眼头的这个轮廓 因为今天还是想要稍微画出一点 淡眉丢丢 魅惑感的那种 小奶狗的那种感觉啊 就是加强一下双眼皮褶皱内 眼影重的部分全部都是在双眼皮的褶皱内 就不要晕太多了 啊我突然真想起来了 其实我出过男生的仿妆了 陈志鹏 你们还记得吗 下眼眶稍微冷一点点 然后男生呢就睫毛不要夹太翘了 但是我因为是有一点倒截嘛 我就稍微把它夹一下 但是不要把它夹到过桥啊 稍微夹一下 一丢丢就好 丢丢就好 然后眼线的话呢 就用棕色的眼线胶笔 画一点点的眼线 就让眼睛看上去有省一点 画眼线就不用了 就只要画一点点的眼线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接下来修容 就是今天最重要的一步 修容 修容的大概是这个 从眉头开始 一直到这里有一个硬朗的线条 鼻公这个肌旁就修得稍微宽一点 然后脸部的轮廓的话 因为我这里其实是比较短 我要把这里修得瘦一点 就让我的下巴看上去稍微尖一点 就是重点放在这里 从这里往后面带 这样到这边就瘦了 然后下颌骨的这个地方就留着 我要有一点男生的轮廓在 然后加强我这里的轮廓 让我脸是那种比较紧瘦的那种感觉 我的纠结要不要画一点点小胡渣呢 等下画我假发再来看 我先去换个假发试试看 哎呦喂 又是你哪位啊 好头发之后 我觉得眼妆可以再来一点 真的这个头发 带的我真的是莫名其妙 灰骨沧桑的 那是那种老头子的那种感觉 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牛郎感 这是为什么 我觉得眼妆可以稍微再重一点点 然后阴影加深一下卧蝉 我觉得可以 千万不要像罗志祥 我会疯的 然后男生呢 其实也是可以有一点点 可爱的腮红在的 然后今天腮红用的是这个红茶盘 就整体也是偏土色调的一点点 就是有一点男孩子气的那种感觉 就是可爱小男生的那种感觉 我决定再去把头发 噢噢造型啊 等我一下 我回来了 戴了个帽子这个假发看上去和谐了很多 不然它毛实在太炸了 哦真的 你哪位 有没有一点帅哥的感觉 我还借了一件小K老师的衣服来穿 这真的是 哎呦 他前面还在那里笑我 但又不是一个很娘炮的男生 就其实我的内心是挺man的 我不是那种很娘炮的那种男生 你们懂我的 出门一定要男生买单 跟我出门一定是我买单 好了那么本期视频差不多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希望大家还是给咖喱多多鼓励 真的你们的简赞三连对我来说就是莫大的支持 拜拜 下期再见